蒜米放下去 蒜仔,红辣椒也跟着下 一汤匙半就够了 哇,非常香 煎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那相信在新年当中很多朋友的冰箱里 都有受着烧肉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蒜仔豆干炒烧肉 蒜仔豆干炒烧肉 首先我们就有300克的烧肉 然后两片已经炸好的 这个我们买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炸好了 你们可以选择用这种豆干 或者是白豆干 你们要拿来煎也可以 或者是那种五项豆干都可以的 然后一颗的蒜仔 再来就是适量的蒜头跟一条红辣椒的 先切蒜仔 这样蒜仔洗干净了过后 我们就这样斜刀切了 这道菜呢,我的奶奶也是常有煮的在家里 过后呢,红辣椒 我们把红辣椒纸就去掉先 去掉过后呢,我们就切开一半 切成嚼心 好,先拍一拍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豆干了 豆干我们切成厚片的 一片的豆干我们切成五片 好,烧肉 烧肉改成我们要的这个大小 这些我们都是收过冰厨的烧肉 好,可以了 烧热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适量的油 那第一步呢,我们就先爆烧肉 OK,爆到像这样的状态就OK了 OK,好 爆香烧肉之后呢,我们就把烧肉 先放一边 然后呢,我们就下豆干下去煎一煎 我们将呢,豆干两边煎香 煎到这样的效果就OK了 OK,煎香豆干之后呢 再放一边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下多少许的油 现在呢,我们就要 把蒜米放下去,爆一爆 蒜米放下去 蒜仔,红辣椒也跟着下 开大火爆炒 有鸡香就炒鸡香啊 好,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AP 抹豆炒 一汤匙半就够了 好 然后我们就开大火 不断的翻炒 哇,非常香 就放下去呢,马上嗅到那个味道 好,完成 把一些红辣椒放上来 有青有红 好,一道简单又美味的蒜仔豆干炒烧肉完成 那这道菜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非常简单了 首先呢,我们就要爆香我们的烧肉啦 然后煎香我们的那个豆干先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是爆了那个蒜米 然后再来爆香那个烧肉呢 那个时间太长 可能我们的蒜米就焦掉了 同时呢,我们的蒜仔呢 也会爆到太过软 这样炒起来整件菜就不好看了啦 那么记得 喜欢这道菜了 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这样简单的菜 期待你们的功课 好,我们的笔上 OK,就这样 看 好,咱们 其实是 写 很多的 其实是 给我们打开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